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正氣 今天來稍微說一下 火法 強化法 就是大家在練功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過了兩個禮拜啊 三個禮拜啊 你要去強化防練功的時候 最需要的那一支法師 就是我這支法師 這種法師 強化法 OK 你們看好喔 30k 自身的傷害30k 技能方面就是一樣 簡單 強化一定滿 暖氣也要滿 強化暖氣滿 支配火焰滿 1 2 3 滿了之後呢 OK 就是看你自己剩下 看你自己要點什麼了 強化法 非常簡單 期待就看你自己要點什麼啦 就是 非常隨性 因為強化法主要就是強化 那 額外對強化的話就是 暖氣嘛 還有支配之焰 這三個點滿 剩下就隨便你點了 所以我就點冰封爆 冰封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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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來玩的 還有火球都把它點滿了 因為基本上強化完之後都放著了 就是放著了 法師強化完就是放著了 沒有什麼太多的 太多的用處 好 那裝備稍微簡單說一下 就是 我先以那種 我們可以一般可以取得的 脾氣 三強化的奧馬斯 精神盾 法拳 法拳一定要 加1火焰技能 喬丹 豬王 殺爆看自己 鞋子就沒差了 頭盔 三火 三火的頭盔 再加兩顆火堡 項鍊 三火 30粒 因為我們只要 我們只需要把火 撐到最高 火板 好 給它帶滿 火炬 回復 那這底下就隨便了 因為我們這邊 基本上你不放這些也沒關係 因為強化法就是屬於有點像是 呃 輔助啊 就是把你buff完之後去打怪 對 所以這底下是沒差的 那有的人武器非常好 他就是 加3強化 加3火焰系技能 加3支配火焰 對 那就所謂的加9強化障 好那個強化障加9下去 超強 超強 呃 可以到50 欸 強化可以到54還55 最高等級 對 雖然 差不了多少啊 頂多差秒數 因為你傷害其實上去之後 只差那個幾百 應該頂多差個幾百傷害啦 不會差非常多 只是差在秒數 會持續比較久一點而已 對那 強化法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 他就 他就戰招嘛 他就 精神盾 對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樣啊 力量到之後全體啊 因為也不需要點什麼格檔啊 你只需要穿 穿裝備穿起來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全部點精力啦 對 因為你這個這支不會出去打怪 所以其實沒有差 那強化法 也比較簡單啊 好 那就大概稍微分析一下強化法 分享一下 那也就 不多做 不多做 不多做其他的 好就是 閒聊啦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啦 一樣 還沒訂閱 幫我訂閱 那 需要補充的 好再幫我在留言區幫我補充 那 每天晚上8點到12點 好都在YT直播 好有興趣的可以來 聊天是聊天 OK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大家 拜拜